今年的三月份 中国铁建披露了2012年业务招待费是达到了8.37亿元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今天的南方都市报就报道说 中国铁建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深刻反思切实整改 实现全年业务招待费下降10%的承诺 该负责人就说了 今年1到6月份 中国铁建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%的情况下 业务招待费的总额同比下降了20%多 所以实现全年招待费下降10%的承诺 到现在来看是没有问题的